大家好 欢迎收看1月3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台东县政府争取花东地区永续发展基金 依注的1.5亿元 在15个部落新建聚会所 其中 北南族普悠玛部落的聚会所 3号的上午进行了动土的典礼 预计今年的5月就可以完工 未来将由社区 学校共同来使用这个聚会所 争取多年的聚会所终于有了着落 让普悠玛部落族人开心不已 骑老们一早就齐聚一堂 要见证聚会所动土的重要时刻 工程顺利平安 第二场 同仁就协助我们 我们的贴定官 贴定官的 普悠玛部落原本聚会所为 既以使用 以碰上天宇或举办其他活动 使用上仍然不方便 经过台东县政府争取花东基金1.5亿的补助 将施作15个部落聚会所 让族人的盼望终于实现 其实聚会所对于一个部落来讲 他真的是凝聚这个部落族人的精神 然后也扮演着文化传承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跟功能 台东县政府在前年开始我们就提花东基金的计划 争取到1亿5000万 要为县里面15个部落来新建这个聚会所 可能普悠玛部落算是比较一个特例的 我们虽然有一个聚会所 但这个聚会所基本上是济世用的 济世用它没有办法提供像这个 我们现在设计要盖的这样的 这种有遮阳遮雨棚的这样的空间 来让部落里面在这边办理各样的活动 所以我们也特别把这一次 特别把不悠玛部落放在这一次的 15个我们要帮助的这个部落里面 浪网把它灌了都利用浪网国小的土地 当时我当县长的时候就是很强硬的 跟校长要这块土地 所以这个都是运用浪网国小的土地 当时浪网的土地是这么来的 将来这个浦游马这个聚会所 对我们将来当然还有重大的意义 可以办一些很重要的活动 都可以在这边举办 浦游马部落聚会所面积约67.7坪 工程总经费601万元 包含钢古结构的主体建筑 公共厕所无障碍坡道 及户外透水砖地平等 预计今年5月7号完工 记者潘俊伟台东市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前面